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长寿的电视游戏公司以及最具影响的游戏生产厂商 感谢他一直以来为我们带来最直接、最纯粹的游戏乐趣 祝愿他生日快乐 也希望任天堂能够带着游戏梦想走得更远 好了,祝福之后 让我们赶快来看看今天小编 又为我们准备了哪些游戏资讯吧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条刺客信条的消息 预备公布了刺客信条Unity的计票内容 计票内容将包含两个总时长为8小时的全新冒险 新武器装备和技能等等 售价30美元 而计票同时还包含了一个2.5D的横版动作游戏 刺客信条编年史中国 这可真是实现了众多刺客粉丝的心愿了 终于把游戏故事带到了中国 游戏背景设定在16世纪的中国 主角名叫少军 他可是个女刺客哦 少军将具备独一无二的格斗技巧和刺客装备 相信绳镖将会成为他的主力武器 而游戏场景将出现长城和紫禁城 不知道看到如此炫酷的中国刺客 各位中国的玩家是否会买账呢 损集完美的东西 当你走过有很好的地区 你能够认识记者 直到这种级的品牌 从《亚杖者的质物》里的次数据 从《亚杖者的军事》里的剧场上 距离《怪物猎人》4G发售还有3周左右的时间 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摩拳擦掌了呢 本作新鲜热辣的开场动画已经正式放出了 这次的CG动画把不少戏份安排给了猎人们的日常生活 整理武器 考制熟食 打点形状 收集素材 显得如此祥和和安宁 似乎少了那么几分热血 但等到怪物一出现的时候 祥和的气氛立刻被紧张所打破 狩猎部分 视频着重展现了陷阱和武器的细节 千刃龙 角龙和吐沙龙一起亮相 吐沙龙更是用肉身阻挡角龙怒刷了一把存在感 狂暴的不一乐乎 也难怪这次加入了沙漠地图 怎么能少了它呢 关注细节的话 还会发现角龙居然是吃仙人掌的 这么疯狂的怪物 真的是属于印象中温顺的大型食草动物吗 我生物学得少 石本你不要骗我 话说怪猎4和4G的开场动画都出现了光图大叔的身影 真是亮瞎了我的眼 游戏发售日已经不知强调多少遍了 10月11号我们狩猎场上 不见不散哦 玩过寂静岭PT试玩的小伙伴们 有没有被女鬼Lisa吓到呢 这位大妈近日跑错片场 到合金中卫武患痛的游戏演示里去客串了 刚发布了完整版的MGS5女主角视频 紧接着就带来了恶搞 小岛你太能玩了吧 女鬼在游戏中作为战斗道具登场 设定作用大概等同于陷阱或者诱饵 吓到敌方或者吸引敌方上钩 但是欧美大兵表示 这种日系怪物吓不倒我们的 根本不用怕 最后女鬼只把一名站在悬崖上开小车的敌兵吓得蹦极去了 连狗狗都好奇的前去示好 你那吓尿一群人的战斗力去哪了呢 真所谓女鬼乱入助前行 奈何敌人不震惊 游戏画质大跃进 小岛依旧恶搞心 就算没被女鬼吓倒 但是合金装备武患痛 究竟会有多少考验笑点和心脏的彩蛋 已经让我想想都觉得害怕了 B&GI宣布 黑暗之魂2的第三弹DLC 白王的皇冠将延期发售 Steam和Xbox Live将在9月30号发布该DLC 而PSN则要等到10月1号才会发售 这让魂系列死忠们无不怨声再到 不过大家仔细观察就能发现 刚好赶上国庆十一长假 放假在家哪也不用去 就是受死岂不快哉 有玩家猜想该DLC的入口会在罪人身后的始源营火处 但是官方已经表示 入口其实是在东芝庙那里 仔细想想 白雪矮矮的风格和白王皇冠的宣传十分贴近 看来非这里莫属了 这次玩家们又会经历怎样的生死考验呢 一切就等东芝庙之后的世界来揭晓了 巫师三狂猎又放出了新的情报 竟然是主人公白狼杰洛特的弟子 名叫Siri 还有人说是杰洛特的养女 根据受魔猎人身体的情况 招收一名弟子确实是能继承自己衣钵的最好方法 Siri和杰洛特一样脸部有一道很长的疤痕 但是这也无法掩盖他冷艳的外表 大力在看到这位漂亮姐姐的时候已经惊呼买买买了 在本片中 杰洛特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 并与杰洛特在沃普学校一起接受过训练 巫师三狂猎将于2015年2月24日 登陆PS4和Xbox One平台 打猎炮妞旧世界 你还在等什么呢 由史格维尔埃尼克斯出品的3DSRPG大作《勇气漠视录2》 近日公开了胎动片的宣传视频 视频由可操动角色马格诺利亚担任旁白 向玩家们介绍了水晶正教的关键角色 成功振兴水晶正教为实现正教和爱塔鲁尼亚公国之间永久和平 而沦为尖下囚的正教法王阿尼埃斯·奥布里珠 以及正教骑士团三剑客 烈火之狼让安格尔德 监牢野牛尼克莱·尼克拉尼科夫 疾风猎鹰由杰涅奥尔西亚 根据官网信息 这四人是本作的主线决策 这位年纪轻轻的疾风猎鹰同学 不仅是领队还是本作的主人公 胎动片可能只是本作的序章 不过这一连串的教团名称和人名 已经让我读得喘不上气了 忘记谁想起来 那是奇迹を起こすということ 看完了我们为您精选的游戏资讯 接下来又到了没有眼睛的最口袋同学 和大家互动的时间了 各位小伙伴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在昨天的节目中 一一为大家带来了 他在TGS2014公众日的最后一波 体验了闪鬼2的试玩 模仿了Big Boss抽烟的样子 最后还参加了特殊展台的神秘活动 甚至还被扑倒了 我和大力在接到这期节目的时候 都表示惊呆了 相信大家看到此情此景的时候 也吓了一跳吧 但是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一定是坏坏的 心里想的东西一定也是坏坏的 对不 这不有位名叫Volution的朋友就说了 那个推倒一一的妹子 放开她让我来 如此直接表露你内心的想法 实在是够直接够痛快 但是推倒一一的那个生妹子呀 你难道忽略了什么吗 有点意思同学留言说了 好在意那个男装的妹子 跟一一说了什么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 到底说了什么 但是既然知道是个穿着男装的妹子 那无非就是说一些什么 妹妹你不要怕呀 姐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你只要躺下听姐 在你耳边讲个故事就好了 来放松 哎好来放松躺 结果一一就这样倒下了 梁光春月同学说了 等闲下来一定要去一次TGS和E3 没错 我跟你说 各种妹子 Cursor 收购 美到不行 当然主要还是为了游戏试玩 对吧 还能遇见各种野生的游戏制作人 凑上去来张合影什么的 绝对赞 换了个白色PS4头像的小小不点同学 昨天的留言惊到我了 他说 这期的标题不够震撼 应该改成一一在日被推倒 群狼现场都叫好 保证收视率暴涨 哎 和你这么一比 我的那个打游师实在是弱爆了 我虽然抓住了重点 但却没有抓住其中的精髓 有没有 向你学习 向你学习 好了 由于实践的关系 昨天节目的留言就回复到这了 欢迎大家继续踊跃回帖 和我们说一说这次TGS 有哪些游戏的消息最让你护不住 或者哪款游戏你已经打算入手了呢 只要是你的感受 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分享 想要直接查看每条新闻的详情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想要了解最新游戏资讯 请关注A9论坛和新浪微博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我们明天再见 白了个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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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